慢慢改变 好 那我们把放生的圆满 借这个机会 我们来讲一些佛教的故事 今天 也是 神龙大帝万寿 当愿神龙大帝 照顾农民 照顾医药 土地 一切圆满 我想这些伟大的祖先 一定都是佛菩萨 视线的 然后各位还是要 祈求他们照顾 就这样 来 一心齐情 孙师妙 医王 传播医药 帮助脱离病苦 王阿佛 所以我常常去庙 我都拜很久的 我都拜很久的 祝你是父教度 都教度 父母在管的都神 在管的这么多 佛管人心 神管世间世 对不对 那我当然要去祈求 祈求土地公 照顾大家 祈求玄天上帝 照顾大家 祈求保安大帝 照顾大家 这是我该做的 因为我很诚心 我很诚心 所以我每次到嘉义 我就有一点 我每次都很想到山上 我那时候要出家的时候 嘉义最出名的什么 什么安宫 那个福德正审 最灵的 不知道什么 说不记得 佛安宫 对吧 那个土地公 认我做儿子 他只会发一声 大家都在黑心里拜 叫个老爷子 我土地公 要找你很怕 我找我很怕 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 那是人带我来这拜 我好啊 好啊 那个土地公 他姓郭 他往生了六百多年 他就讲他的故事给我听 透过那个鸡筒 结果我一拜他以后 我很好 钱很多 出家很方便 原来他帮助我出家 给我一个助缘 因为我出家的动机还正确的 那我去受菩萨戒 后来我去在家也受菩萨戒 很认真在受 土南那尊福安宫的福德正神的脸 跑出来 我就说 你也来修菩萨戒 一起受菩萨戒 这个神是存在的 所以我每次到嘉义 但是都是无用 都没去拜 到现在都没去拜 那时候我就会意念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说 哎呀 不用烦恼 人心也正确 心也要自己教什么 所以 所以我对这些世间的神明 小小的土地公 我都很尊敬 地基主我都很尊敬 因为 因为我们讲众生 那众生天上的神当然好 土世间的神 鬼神 小小一只蚂蚁 你都要想办法宽戒 所以我学佛学那么久才知道 学佛在干嘛 来 服务众生 给众生快乐 让众生离苦 所以他要吃什么 他要听什么 他要饮什么 你都要在地心 想着让他快乐 想着让他离苦 刚刚讲 念一下 慈悲开智慧 对 你越慈悲越有空性 你越慈悲越有善巧方便 我不是说我慈悲 我是说朝这个方向 事实上我不是那么慈悲 因为很多人都看到我 那我都没在笑 我说你才知道 酷酷的 我说你才知道 因为我这个人 孤僻久了 听说过去很荒地 不好意思 没跟你沾头就算不错 但是没有这个过去 也表不了法 因为一个人 你要推动佛教 你还是要有一点力量 要力量 但是这个力量 要用到好的方面 不能用到不好的方面 因为特别要降服 老实说各位 这个世间魔鬼很多 只是你们没有感受到 像我们已经低线的人 最容易感应有魔鬼 魔鬼干嘛 障碍 障碍 你不准来我们这边 推动佛教 你不准来这边 叫人家吃素 他随时就会障碍 所以你也不能说 伤害他 因为这是他的责任 他就是要这样做 所以你要对他很好 用慈悲感化他 你只要保持慈悲 那就有护法神 魔鬼也会被你感动 就像释迦牟尼佛 被魔在攻击的时候 佛是用慈悲心 魔的武器都变成花 佛陀没有用任何手段 好 普供养 各位观想他们 得到衣服 得到一切想要的 包括得到我们刚刚说 做的十供养 都要回想给他们 所有众生 所有众生 同享 要师法会功德 今日法会 上供下师 所有功德 罪随障 罪障消除 永离山土 同享甘露 离苦升天 往生净土 欧阿欧 好 那时时刻刻 让自己不离开他们 大乘就是 一切都为了众生 所有众生世界 放在你心里 整个嘉义 整个台湾 整个地球 整个法界 都放在你心里面 所以我们心里 装得下装不下 心量可以装得下 心可以骗一切处 佛要我们证了这个法身 这个法身就是 一种真理的生命 所以佛的生命 是骗一切处的 因为他的悲心 智慧骗一切处 所以叫清净法身 常住永远都在 那是我们现在有执着 这个身体是我的 这个国家是我的 我是属于哪一种类的 还有卡住了 所以要离开一切分别 破一切像 那就正入这个真理的生命 那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 但知道了 就朝这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 当我又生气了 不高兴了 起心动念了 起欲望了 懒惰了 赶快修行 这个叫转念 转念 佛教的智慧是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非真理 那我们要随顺真理 用真理的眼光来看世间 那你就不会被他拉走 如果你不了解真理 你就认为说 他应该对我好 那你要想 这有阴言果报了 这不是你能够设定的 你要了解 那你用真理的眼光 去看这个事情 你就随缘 你不随缘 你就很痛苦 随缘 但自在 随缘 但慈悲 那你要接受一切 所以 当然 释迦牟尼佛有神通 等他跟你解释 为什么 为什么 那你就会完全 接受 凡事没有意外 好的也是你 做来的 不好的 也是你自己 招赶来的 都是自己的 因缘果报 成熟了 所以 那你要随顺真理 你也叫 法随 法行 对 所以那你 首先你要了解真理 就像各位 今天愿意来听 佛法 平常也要 多看佛经 今天也会 送很多 佛教的这些书 各位看 看就是 你要让你的思想 符合真理 佛陀所讲的法 因果观念 空性 悲心 跟众生的因缘 你也叫 众生都是父母 你一定要相信 众生都可成佛 你一定要相信 所以不要舍弃 对吧 我们来这个世间 是来报恩的 是来还债的 那 有时候你会冲突 不可能 他不可能 做过我父母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你要 随法 佛陀这样讲 佛陀不会骗你 只是你没有神通而已 哪一天你知道了 那你就不敢去 不敢去得罪他 报恩都来不及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 降伏自己 调伏自己 让自己的心 跟我们所听闻的 看佛经的法相应 要随顺他 所以 而且佛陀说 明明没有我的身体在痛 你现在感觉很痛 所以那时候 你叫祈求佛陀加持 那是思维空性 让你的身体能够超越 不然你一直喊痛 越喊越痛 没有不痛的 连佛陀都会生病了 而且佛陀生的病 痛苦 身体的痛苦 超过我们比起来 百千万一倍 那佛陀有 安住在空性 所以可以超越 所以会要很羡慕 一定要追求 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我们安住空性 目的就是为了慈悲 不然的话 我有时候会生气 会退转 会不想理他 代表我 我没有空性 因为我既然 念一下 普度众生 救护众生 这是我们 一学佛法的愿力 目标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要思维空性 但是千万不要 为了追求空性 而忘了慈悲 因为很多人 特别知识分子 研究佛法 听说空性 大手印 很重要 大圆满 然后就忘了慈悲 关起门来 然后每个人都在那边 研究佛法 都不慈悲了 那这个就错了 他走错边了 佛教的 从一开始到最后 都是为了慈悲 为了帮助众生 也为了如此 所以达到圆满的慈悲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 要用空性来保护我们的悲心 那如果这两个圆满呢 你才可以就近慈悲 当然千万不要 离开慈悲 而去研究佛教的空性 或是知识 这样以后会让我们自己 反而骄傲 冷酷 而且没有福报 因为离开慈悲 就不是佛教了 佛教的唯一的精髓 就是慈悲 所以为了达到慈悲 所以我们要有智慧 因为智慧可以圆满大悲心 那在这一点 所以叫悲至双运 那时候我们要 一直提醒自己 所以我想 我们之所以达不到 慈悲的能力 是因为我们自己 智慧不够 资粮不够 我质很强 所以就像我妈妈 以前跟我讲什么 我在想 我妈妈这么喜欢做梦 他去去 去 去 去看什么 拜 他去签 他每天都 都要讲 我就好好修行 我在梦中 跟他讲佛法就好了 因为他很喜欢做梦 说 去看就贵好了 因为他很多朋友 都靠他 我妈妈自己 没有在玩很大 很多朋友 都来问他 然后说 你最近做什么 要去签拜 所以因为我妈妈 不敢赌大 他只是觉得 反正就是这样 所以我在想说 我又神通 进入我妈妈的梦 因为他不相信我讲的 他相信做梦 所以因为怪在 我们自己 没有神通 所以各位一定要 像佛陀一样 百千万亿化身 在视线在什么地方 他都可以视线 因为他已经超越一个个体 没有大没有小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所以这个 为了要达到慈悲 圆满慈悲 所以我们要去正空性 但是 但是现在这个末法 你要达到这个阶段 几乎很困难 几乎很难 成功的比例 几乎没有 可以这样讲 但是 唯有一直保持慈悲 以这个大悲心 所谓菩提心 上品上升 极乐世界 那个时候 你能够 资粮圆满 正的空性 再趁远回来 因为这个时间 叫末法时期 末法时期 就算佛再来 也被限制主 因为末法 限制主 他跟你讲真理 你也听不懂 因为这个末法的现象 看不到了 就像我们现在的社会 现在社会 从新闻里面看到了 很少看到真理 都是对对立立 是是非非 偏一边的想法 这个叫末法 没办法 所以 如果你要去跟人家讲 真理 很困难 但是 你放心好了 超越这个世间的 诸佛菩萨 永远都在真理的状态 只是你心里 不要执着在世间 就没事了 所以有一句话 不要被众生的 于痴无名而干扰了你 众生的于痴无名 是让我们生起 悲心最好的祝愿而已 但是你心里面 永远要跟诸佛菩萨在一起 跟诸佛菩萨在一起 念佛 念法 念生 意念 丧失 都可以 你要让 心永远 在三宝里面 念一下 心在极乐 安住空性 都可以了 应无所住 不管你用什么形容 就是心 要保持在空性的状态 保持在三宝的加持 但是呢 再悲剧 爱撒众生 永远不间断 永远不间断 所以 为了慈悲 所以我们要 祈求三宝 加持 为了帮助众生 因为我想我们 就像我们汉人出家 都是为了孝顺父母 比较多 为父母而出家 所以 那就是希望他们离苦 希望他们解脱 所以心里要 要放着这个悲心 但是为了要修慈悲 那各位一定要 要养成一个 念一下 不生气 不抱怨 修忍辱 而且 别人让你痛苦 你要觉得 哎呦 我福报很大 对不对 因为我有修忍辱的机会 所以 因为忍辱的功德 超过于不失慈悸 那你永远